上一屆、上兩屆的政府拿出來,說要去做的承諾,由零七年的時候,十年前,過了這個立法會裏面, 其實那時我和昭雄一起,已經過了一個動議,就說要全面檢討精神健康政策,十年了! 十年的政策都拿不到出來,現在我們的精神病患者就一路與日俱增,社會壓力這麼大,現在23萬,其實這個都是估少了的, 還有十三個那些社區的精神康復中心,連葉永久匯治都拿不到,政府在這裏每一次都有悲劇的時候,就交一些數字,就是冷冰冰的。 我不如問回局長,我們那個精神健康政策去了哪裏? 這個第一,第二,就是在醫療稍為好些的國家裏面,都有一個指標的,就要放多少資源到精神病康復那裏? 最後就是講了很久,希望幫到他們的,譬如社區治療令等等,這個都講了很久,是很希望找到一些人去做,現在是怎樣呢?主席,有一個曾經帶著肚的精神科醫生,過去這麼多年, 自己下街上去做,沒有人幫他。 即是我覺得這個拿著幾萬億的政府,十幾年交不到這個政策,沒有目標,沒有方向,什麼都沒有,沒有人手, 接著每一次就來,告訴我們,但我們都做了一些事情的了,不如你回答那三個問題。 那個是精神健康的檢討,將會在今年第二季,我們是會回來一個衛生事務委員會, 你有提交的報告。 即是臨走之前拿出來又不用做的,等下一屆才做。 怎會這樣呢?這個政府怎樣做事? 任期最後的時候,不斷給你一份東西,然後下一屆做,下一屆誰做? 到最後了。 到最後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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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